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工 弟兄姐妹们 那么在我的这个路边小摊呢 还是等着你了 今天呢 我把一个真实的故事呢 讲给你听 这个故事在圣经里头啊 在新约的约翰福音第三章 这个是这样子的 有天晚上 天黑了以后啊 有一位人呢来找耶稣 他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耶稣谈 这个人的名字叫 尼哥迪姆 是犹太人的官 他不是一般的官 那个样子 他是主要的问题是 为了犹太人的解释 他们这个宗教方面的问题 为他们的解决 因为呢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 这犹太人呢 他非常的讲究 旧约里面呢 还有他的好多这些传统方面 所信仰的 那么这个尼哥迪姆呢 在白天呢 很忙啊 所以他晚上来找耶稣 他对耶稣还是说 见到了而知道了不少 看了耶稣所行的神迹 也听过了耶稣所教导的这个教训 感到是非常理想的 所以呢 这个尼哥迪姆呢 他晚上找耶稣 他说啊 老师啊 我们很清楚知道 你是从神那里来的 不然的话 你怎么可以 醒这么多神迹啊 你看呢 有瞎子可以看见 雀腿的黑 可以走路了 耳聋的可以听见 你一定是从神那里来的 很好的一个老师 那么耶稣 听了尼哥迪姆的这些好话 他有什么反应呢 耶稣有没有说 哎呀 尼哥迪姆啊 你太客气了 不敢当啊 不敢当啊 因为呢 我们可以说 这个尼哥迪姆啊 根据我们所知道的 他年龄最少 是大概在五十岁 可能六十岁了 因为那个时候啊 这个犹太人呢 他很重视这个年老 他认为你这个年龄越大 那么你更有资格来教导别人 所以这个尼哥迪姆呢 原来他的岁数是比耶稣大了 因为那个时候啊 耶稣大概三十岁左右 因为圣经告诉了我们呢 耶稣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啊 有三十岁 他在地上啊 开始传福音 一直到钉十字架 从死里复活 又升天大概有三年几个月 这个样子 这个时候呢 耶稣只有三十多岁 尼哥迪姆呢 是个年龄比较老的人呢 所以应该说 耶稣很尊敬他 讲很多好话 可是耶稣啊 他有没有这样的说 我们相信呢 耶稣是个很有礼貌的人 但是他也要这个尼哥迪姆知道 耶稣是谁 所以呢 尼哥迪姆他说了那些好话 以后啊 耶稣听了 那么他就接下去说什么 他说啊 尼哥迪姆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果 这个尼哥迪姆一听了这个话 就感到很莫名其妙了 人还要重生啊 这是什么话 人已经老了 怎么会再次生 难道那人他已经生了 还要再次见到母亲的肚子里头 耶稣还是又说 人若不是从谁和生灵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果 那么耶稣看这个尼哥迪姆的面貌 还是不明白了 所以他就解释 人呢 光不是个肉体啊 还有一个灵魂呢 那么就是说 这个孩子呢 他还在母亲的肚子里面的时候 他有生命 那么这个生命是从母亲的身体 上过来的 同样的呀 耶稣说 人的这个灵魂呢 这个心灵 他的这个生命啊 要从另外一个有生命的灵 而输过来 好像我们说书写一样 所以耶稣说呢 人必须从生灵 或者接着神的灵 而得到生命 那么我们知道 人他很自然的 有犯罪的这个天性 撒谎啊 欺骗啊 贪财啦 偷盗 强盗 这些个呢 你不必的去叫一个人去做 因为人一生下来 已经有了这些毛病啊 对不对啊 这是因为人的这个心灵啊 原来已经败坏了 那你要用什么方式改过来 不可能成功 如果我们真正的有办法 能够把人的这个犯罪的天性 改过来 那我们早在地上就创造了天堂了 对不对啊 但是呢 我们知道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回事 如果你说 只要能够满足人的 他的物质上的要求 那我们就有一个很理想的社会了 可是啊 大家都很清楚的看见了 不是这样 你拿多少钱给一个人 你给他盖了个房子 给他送了一辆最豪华的汽车 什么都让他有了 他这个心没有改变 你给他个最理想的环境 还是没有用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啊 耶稣他说了 一个人的这个心灵啊 没有改变过来 仍然是坏的 而他无法去了解 神的果度是怎么一回事 根本不够自个精神的果 所以呢 我们这个心灵啊 要改变 那么只有神的灵啊 能够使我们这个心灵啊 改过来 把我们这个喜欢犯罪的天性 或者去向完全的改过来 只有神灵能够去改这些个属于肉体上的这些个各种不良善的欲望 这个是神的灵要做的大事 他在那里做他奇妙的工作把我们这个心灵啊 改过来 所以呢 我们说 一个人呢 得救 这个不是一种很长的经历 就是我们心一心的时候 圣灵就开始改变 所以一个人呢 可以从一个罪人的身份 变成神所接纳的信徒 在一秒钟里面呢 都可以完全的成全 一分钟里面也够用的 所以呢 耶稣说 你要重生 重生啊 才能够精神的果 这个是完全对的 好了 我们这个路边小谭呢 跟大家就谈到这里为止 我们好不好下次再会